同学们正式开始我们今天的课题了 我再说一次刚刚进来的独学都请你听清楚了 我已经将这个题目里面 我今早派了一个hard copy给大家的 总共题目1-78条很多的 但不是那么恐怖的 你们留意了 我这里里面头那里的14条 今天就不是做impress 我们教了这个步骤 就会教头14条 第二点请你注意的地方就是 我今天教完这个部分 的soft copy 我已经是放了上去Google Classroom 连同这一部分的答案 我都放在Google Classroom那里 所以我们如果想做数的时候 那些答案 你可以看回Google Classroom就可以了 第一条里面 其实什么叫impressage 我们上次说过 其实最简单的一件事就是 我们在这条数里面 不容易明白的 我们去理解Y是什么意思呢 在这里里面 我们发现这条数的过程 有时候呢 当我们发现这条数 原本是Y Y等于 譬如举个例子3X 如果我们D它的过程里面 我们发现很好些的 因为我们发现 DYDX 就会等于 D3X DX 于是乎呢 我们就把它变成3 这个就直接计出来 然后 DYDX就是3 因为我们其中一条 rule 就是教大家 数字出来 DXDX 就会冒作 1 就是3 这个就是我们做的第一条题目 DYDX 但是呢 现实生活中 没有那么美丽的 你就会发现呢 你会出现了 在旁边 那里里面 那一本 Y呢 很丑 这次呢 就令到Y是二次方 不是X 但是我们仍然呢 要求DYDX的过程里面 那么我们 如何去处理 这个题目呢 其实呢 原来我们的做法呢 是一模一样的 我们仍然是要找DYDX的 但是我们怎么去做到这件事呢 同学们 那我们现在 开始去解说了 那我先由最简单的第一条开始 那上次呢 譚sir应该教过你们更多 其实譚sir教了你们什么呢 那么 第一部分 我们仍然要求DYDX的 那所以我们怎么做呢 我们配给他 我们配这个DX 我们这样配 两边同时呢 都加一个DX 给他 那这个是没问题的嘛 因为其实我们是左右好像天平 对了 没错 后面答案有的了 我们左右好像天平那样 加了两个相同的东西 其实就是说 我们两个都要求 他们左边和右边的slope 然后呢 我们分别左边和右边的slope 好了 第二个部分 我们要做第二条的时候 那我们当然是弯性地 左边先 那左边你会发现 是变了DX overDX 是不是 第二个 右边就会变成D7Y2次 overDX 好了 第一件事 我相信所有同学 看着左边 都应该答到我的了 请问左边 答案是多少 可不可以在留言区答我 左边 DXoverDX的数值应该是 1来的 为什么是1呢 上下约都约到的 它是1来的 对吧 OK 1了 好 右边你发现 不行的 因为我们教了四条rules 我又扭回那四条rules 第一条rules DK overDX 等于0 第二条rules 是DX的N-1次 不是DX的N次 是DX的N次 对了 没错 我们就想Train rule 第二条是DX overDX 就等于NX的N-1次 第三条式是D 一个叫做KU overDX 就等于KDU overDX 就是拼个数字出来 第四款就是D的F加-G D overDX 就等于DFDX 加-DG overDX 这四条式是我们经常都说会用的 好了 接着我又问同学 在右边 我们要D7Y二次的过程里面 我想问一句 我们没有办法用到这四条式 最近那条式呢 又是那句 和我们其实做了这么多次 看次都应该拿到的竅面 其实最近是第二条式的 那就是说我们要拿D 这条式的过程里面 首先我们要下面呢 其实啊 麦军卫说得对了 要Train rule 那如果我要D7Y二次 乘以 他这个DX的 请问我下面这里 应该要配个D 什么 才复合这个字 这条式的条件呢 施聪说Y的 是的 我又来施聪了 施聪的答案 请问是否正确 是 王元明说yes 其余同学呢 都是的 因为其实你会发现 如果DY的话 所以记住 你看到这两个蓝色的DY 是故意上下保 造成一个Chain rule 的条件 那你会发现呢 前面这块呢 就可以跟第二条公式做Follow 因为第二条公式的问题呢 有个数字7的话呢 我们可以将它呢 分个7出来 好了 然后请问DY二次over DY会等于多少呢 就会等于 2 将个数字脂肪 扔到下面 跟着Y 補回去 二次方 就要跌一个次方 变成一次方 乘以 DY over DX 好了 那同学们很简单 我题目就是问你 DY DX 等于多少 那你说DY DX 等于多少呢 如果这条式是 1等于14乘以Y 再乘以DY over DX的话 那你说给我听同学 DY over DX 应该等于多少呢 1 over 14Y 我们将个数字 这样调了过去呢 就可以解决了 这个问题了 所以 其实呢 这种 impriced 的definition 的好处是什么呢 就是 我们不需要 搞到Y 变成开方根 我们希望用一个 简单 小小的方法 我们两边同时 take D DX 你看到我两边都是 take D DX 就是这个位 我的目的 是做什么呢 我是想让大家 我在D的过程里面 因为我D一个7Y二次 大家会觉得 好好的 但如果我把7Y二次 又要拼过去 除以7又要开方的话 那个就很难 所以我就说 我不搞那么烦了 我都是想求D Y DX 我接受答案有Y的 所以我就把答案D 位调过去 令到我变成了答案 这样呢 就令到你容易去处理 这条数的答案 所以这种呢 就叫做 impriced differentiation 很好用的 因为有时候考试你要明白一样东西 就这样D是很难一点的 尤其是如果Y呢 是次方越来越多的时候呢 我们都要D的 那么没有可能 将来你会见到这类数 很多这类数 因为这些圆形呢 X和Y呢 都会不似的 所以这些同学们 请你留意 好 好 那你们试试做第二条先 我转个头 二三两条做完 接着我转个头 对了 对了 我给你们记得了 Dbx 好 那我们先上线 先做二三 我们记得 两边同时Dbx 然后 你那里用chain route 和Dy行前 和Dy上面 我记得记得 你最终目的是D或Dx的 好 五分钟后 和你对第二和第三个答案 是啊 我们其实这些是两个都D 目的是做什么呢 就是因为 第二三四这样做下去 如果你试试做 第二三四做下去 如果你 对了 没问题 就二三四做下去 有问题 刚才我先回答 那因为呢 其实为什么要做两面D 就是我就是那句 我懒 因为你要明白 如果我们要做回以前Dyx 你说哪个 是啊 第二条左边是6x 没错 因为其实我懒 我不可能 我这样做的话 你想想 如果我需要我中心 如果我用5x 5x是很麻煩的 这个都更容易 往下的那些 第四条那些 如果我两面都要 整理到Y等于某个数 的话 再D就很麻煩了 所以我們做這類數的就是 我突然選到 是兩邊的 是 see you soon 你去哪邊 其實我完全是不知道 走進來究竟發生什麼事 我告訴你 你這個loser 你幹什麼? 可以嗎? 轉過來和你對第二、第三個答案 答案幾個答案 你們的show copy 你們的show copy已經放在網上 如果你們就需要 去show copy 5點3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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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難計算,我們將汁清掉之後再計算就很恐怖 quad rule又要計算,cotion rule又要計算 於是大家就想,有沒有一些簡單的方法處理答案 是有的,而我們處理的方法就是這樣 我們兩邊同字,然後by那裏我們配個chain rule這樣的模式 去處理這個問題,這兩個都是chain rule來的 所以其實我加了dy下去,bydx就自然會留在這裏 我們就留在這裏作為答案的一部分 我們就寫了這個答案出來,就是這樣做的 這就是第二條答案,如果剛進來的就請你留意一下 那些巧妙是什麼,就是從中復覆的一部分 如果你開始,如果你明白我剛才說什麼 就是你做下去就應該開始熟悉 知道其實我原來就是這樣,其實就不明白 其實我不明白你們是否聽到探討的那些什麼 其實我是很白癡的,你們聽明白我又浪費了時間教你們的 negative notation 在哪裏? index,它又不是那個 因為其實你會發現不斷地你會掉了個材 所以它就會有的 其實你會發現如果正統最後答案是未必有的 因爲你會發現其實y如果要壞些說句 其實是正負開方3x的 所以其實你最後約了,其實就不會有負點的 不過我們做到懶的那些人 封面這樣寫就沒有負數 所以其實有些會有負數 但是不是負負有的 有些題目都沒有的,你會看到 後面有些負責是沒有的 但是都是這樣做的 是啊,每個都有負責 例如哪一條? 正常都有份數的,大部分 因為它除過去 將那個22條 我22條做得差了 我不建議的 22條其實做回e over x 次會更好 不過這條裏面 我們要看它本身的題目的設計 我們再教大家一些 我們才會說 但這次我們不變這條22 讓我先講到e的x次 我再跟大家講一下 好嗎? 那這裏處理措施 快快快就讓我處去第三、係第四條 好,第三條就是 左右兩面踢bbx 上體是 hearts 右邊是ab dx 那就是 attendant Assim做的 你會看到我兩面做 左邊是快一點 所以下一論得很快 這麼好計 estado 6x2次,右边就凡些了,d3y4次 我们要配个dy给他,再乘成dy dx 这个是chain rule 所以为什么之前我一定要叫你们搞清了chain rule才下去 如果你不搞清了chain rule,你会发现你可能不知道其实现在来做什么 所以就是12y3次乘以dyo6dx 除过去,6x2次over12y3次等于dy dx 两个约了他,答案 dy over dx 就会等于x2次over12y3次 所以其实你会发现,没有计算错了 没有计算错了,两个答案是这样做出来的 会好些的,如果你们不明白chain rule 你会发现这个是恐恶的 但如果你明白chain rule,你会用射倒数的答案 这样会好些 这两点,我估计答案应该你也没有计算错了 应该如果开始明白我在做什么 是,有没有什么想问,我先停在这里 给你两分钟时间 可以开咪问的,如果你有需要 是,陈正彤请问 有没有什么想问? 没有的话,其实你自己打算下去就可以了 我觉得难道理你的 OK,第四条了 我们很快 那第四条呢 就又来过了 那我趁过旁边的板 我估计那板 好,那第四条 那第四条也是这样做的 但是,阿sir 不是,我开始有两个东西 不关事,都是这样一点的 那d dx呢? 那我们有这个5x2次 2-y2次 等于d dx3的 我们都是两边的 好了,那我们可能即时就会问 阿sir 又有x2次又有y2次 那怎么做呢? 我们有第四条 reventilation rule 那我们当时说过 d dx呢 如果是f或者加减g的话 其实我们不用理的 我们可以把它分开一点 就是f有fd 中间的加减好照三 然后g有g去b去的 那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都是这样把它拆掉的 那就变成d d5x2次 over dx 减d5y2次 over dx 等于d3dx 第一条公式大家知道了 d任何数字呢 都是0 所以我们就处理了这个 然后前面那块很快 将2扔出去 变成10x 好,有没有人明白 为何这个是10x 好,那后面也是 再下来 那我们后面也是 这个真的又要再做train rule 好,dy2次dy 乘以dydx 等于0 那我认为 譚sir上这一行的时候 他就应该会看到dy2次dx 他就会很快出答案就是dydydx 那这个是希望你们终极呢 如果可以做到呢 是直接出这一个呢 是最快的 因为你这样出到这个答案呢 其实你的做数速度就快了很多 那为什么会是2ydydx 就很明显的 那前面dy2次over y 就是dy 就是2y 所以我们就把数字订出去了 次方减1 所以dy 2 don't wait this step 哪个step 是的,很多老师呢 做得快是不会写train rule这个step的 因为呢 他会觉得呢 这个train rule的step 会很 怎么说呢 不会掌 因为我们这些呢 做惯数的人呢 是会很困难的 都会飞去 但是你们刚刚做的时候呢 你们要明白那个配合 那个理念 那当你知道train rule 你会发现这个东西 是很好吃的 基本上 而且是很方便的 因为这些东西呢 是我以前中六的时候 一个老师都会教的 中四五的老师呢 就叫我死固固 做些最麻烦 最吵架 最惹人真的东西 10x over dy 所以dy dx 就等于mix 很方便 所以你会发现呢 你这样掌握 这个东西 这样会不会好吃一点呢 这个东西 那可能会好做一点 那我们来解释一下 为什么你会出现 对 究竟你到底在哪里练播的 完全没有多练 好 好了 先绑其他东西了 好 那第五条 如果你们明白我做第四条做什么 的话 那你第五条应该做到的了 那又是给两三分钟时间 你做第二条 那以后呢 我就会教大家第二条 那第六条 我再第一次 是要用product rule 是要用product rule的 ok 那你发现我搞完之后呢 基本上今天这一条 你们应该明白的 我相信 对吧 好一点没有的 希望你们觉得好一点 其实是日秋清乎来的 你会发现 清到你傻 那第十五条 好了 那答案在这 好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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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会儿 可能 原来 好一点 那么 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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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件 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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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有请您的教会去请您的教会 她是她们的教会 她们的教会 有什么学习 她们都 unfだから 她们就行 她们不是她们的教会 她们不得了 她们得了 她们的教会 您的教会 她们留步 她们无论 她们是她们的学生 她们是 谢谢大家 好,我们再调整办 问问 Why we need the chain rule in y 的 square? 因为其实你会发现一样东西就是 我们做任何部的公司里面 我们只要开头只有4个 就是1,2,3,4,4 而我们要整个 dy 次的次方 我们要在下面那边是不可以配 dx 因为你配 dx 的话 我们就合了我们之前教你的第二个公式 就叫 dy n 次 dx n 次 over dx 等于 nx 的 a 加 1 你会见到上是 x 下面是 x 所以如果 dy 而知 我一定要上是 y 下是 y 所以你就会见一个 chain rule 的角度 就是下面没有 dy 另外那里上面側多了一个分子 是 dy 目的就是这样做 其实如果你们 男的选择 dy 其实就是 很小很小很小很短很短很短的距离 但它不是 0 所以其实我们可以选上下加 到时大家可以看到 它弱了 train rule 其实就等于你可以加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对答案 dx 又是 你发现都是两面做的 x 和 y 次 2 over dx 等于 0 很快那里 这个 2y 次就是没有 3x 二次 b 了 再一个 chain rule 出来 你考试呢 各位同学 如果你开始发现我写的步骤呢 是很麻烦呢 那同学们 你应该要学探索 另一个探索的方法就是 令到你有没有可以跳步 立刻写到 即是这样 就是简单说一句 另外你有没有这个能力 可以写到 由 这一架 d dy 次 dx 你可不可以好像 铁sir那样 直落 变成这一架 如果你能够成功直落 这架呢 那你在NQ那里 就要快了 我就是想你 如果你要快 你躲到那里 如果不是的话 你就可能要在我那里 之前好像我那样 做多几次这种步骤 那你才可以下下这个步骤 OK 那你才可以下下 那3x 二次 就等于4y dy dx 所以你很快就能够 d y dx 就等于3x 二次 总之做这类数 其实目的很简单 不是想很复杂的东西 我们只是想做这类数的时候 我们希望 很简单 我们只想一个希望 就是 我们不想d的那么快 我们不想d那么多开方法 于是我们就唯有 两边同时d 然后補作一个y 虽然我弄成什么 但是我这样也会 掌握 他 OK吗 那这个就是第五条 第六条 我再讲一次 第六条是用product rule 我提示是要用product rule OK product rule 你想想product rule 你明不明我说什么 好 好 我过下版了 开第六条 第六条 怎样用product rule呢 我们都是这样做 d dx 我们两边同时tick个d 那 好像一身干什么弹出弹 又干什么鬼 好第六条 左右两边 首先 左边 我们加加减好 我们将它变成dx over dx 减dxy over dx 好了 现在 dy over dx 等于0 好 有没有同学不明白 这一个步骤 有没有同学不明白我这个步骤 好了 逐个来 开始做些很疯狂的东西 就是 dx over dx 等于1 这个是最容易吃的 两个很小很小的数 但是一样的 我们约了它变1 减 好了 x乘y 那怎么做呢 我们做product rule 怎么样product rule呢 product rule是udv 加udv 就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第一件事 我们第一件事 x不d先 先 我们将它正是d后面的y 好跟着 轮到后面的y不d先 先 我们d前面的x 这个就是product rule 这个就是product rule 有没有东西等 product rule 感到不ok 是的 其实只有几条选择 然后我就下x次了 如果今天顺利的话 我估计今天我应该做完这个 已经很棒了 但我会加少少x次了 但是我认为 基本上 我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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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不是飞得快 是 不是 正常来说 我们的老师 希望你最终的答案 都是飞得很快的 但是我和我们鸣平了 我想问 有没有和我不明白 如何把dxy over dx 为什么会转到做这个product rule 可以吗 product rule 其实就是这样做的 所以其实 那又是dy dx 好了 我们把它整理一下 那就会变成 1-xdy dx 加dx dx 就是1 所以就是y加dy dx 好了 等于0 那这个东西怎么处理 很简单 就是那句 没有dy dx 的 有dy dx的 放在里面 没有dy dx 留在这里 1加y 或者y加1 就等于x乘以dy dx 减1乘以dy dx 好了 那同学们 你猜我们会做什么 很痴线的行为 下一步 设计 x-1 乘以dy dx 那等于1加y也好 y加1好 我们的答案是y加1 还是1加y 因为我不是1加 我没有计算数吗 我不是抄错题 应该会错的一个答案 对啊 试证了 这里有个符号 是符数来的 sorry 我进足计 对不起 我忘记了符号 好 对啊 罗俊杰你对啊 我是负y 我眼残看漏了 所以这个问题答案 dy dx 等于1-y over x-1 所以同学们 你要明白一样东西 我教你们的顺序是 你会见到 如果我教defensation 我一定要你清楚 那四条公式是什么 那四条最基本的公式 因为你是要根据那四条公式 而决定你怎样去做下去 第二件事 我们要学product rule potion rule 这两个是不吃的 只要两个吃饭或者脆饭 我们就会把它做 第三步 现在我们想选择呢 就教chain rule chain rule chain rule的目的是做什么呢 就是那四条 basic rule 我们做不是我们做到的东西 我们要用chain rule rule 去拉长它 然后令到它变成 我们做到的答案为止 第四步 那如果我们开始发现 题目很复杂 那些y的次方很丑样 二次方 三次方 四次方 五次方 这样算 我们很不喜欢这样算 于是乎 我们就要用impriced 这个方法去做些 而问题里面 会牵涉到product rule pulsion rule chain rule 所有东西 所以你会发现整个完整步 我们是这样看 从这里 从第一步 从第一步 到最后 所以你会发现整个differentation 其实那个system 是很完整的 所以呢 其实你一定要有第一步 那些东西 完全不完全 第二步 第二步 三步 什么 什么 你挥得2x dx 就是它自己 它自己 就是2x 是不变的 这个 这个很好记 但这个会是另一步 可以的 谁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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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你又会找到306号 Hello 你没事吧 OK啦 那你快点坐下 好了 那这是第六条 好了 如果我教你第六条 你明不明白 product rule 如果你不明白 product rule 请你试 7 8 9 10 7 8 9 10 7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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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10 9 10 9 9 10 9 10 10 10 9 10 10 看来 这个写上 しか这些写上 有些人能打 不正面 那视频 tiempo 不是 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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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摸摸摸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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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所以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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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